錄製完之後,所以只要你不要NG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每個步驟都很重要 尤其是你要點擊那個工作表 還有點擊那個儲存格 這個動作每一個地方都不能夠做錯 或者是說它本來已經在那邊 那你這樣就NG了 你必須把游標移到別的地方重錄一遍 不然的話你將來你即便再點它 它那一行程式也不會出現 所以變成說你那個位置錯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還有那個篩選可能最好是先把它取消掉 再錄製 所以可能細節還蠻多的 每個地方都是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我們假如錄完之後的話,確定OK的話 那最後當然我們就可以執行它 它就可以讓我們可以執行 然後東西就過來了 清除,OK 它就清掉了 但是執行的時候其實也有一個地方 好像有一點點小BUG 這個什麼BUG 就是按執行的,按這個黑名單篩選 它好像會有一個殘影有沒有 它實際上呢,並沒有出現錯誤 可是因為它要切換畫面 然後又要做那個篩選的動作 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它畫面來不及更新 所以而造成那個畫面的殘影 但是其實也沒有影響 只是說感官上面好像不是太漂亮 那有沒有辦法解決?有 那怎麼解決?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剛剛有錄了兩個聚集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名單篩選 再來的話當然 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的程式呢 會不會錄製在哪裡呢? 就是聚集裡面當然有幾個方法 清除編輯 有沒有 它會跳Visual Basic 那有時候會閃退 不過沒關係,反正就是 按編輯理論上應該跳出來 如果沒跳出來 你再按一下Visual Basic 也OK 所以我們錄了兩支程式 那所以呢 這個SUB呢 它會放哪裡? 當然第一個啦 聚集錄製 一定會自己幫你新增一個模組 然後呢 它會把兩個動作 就是兩支程式呢 就變成兩個SUB 有沒有發現? 它的頭就在這裡 然後名稱叫清除 那尾巴的話 在END IF 所以END SUB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第一支程式 那第二支程式的話 就是這個 黑名單篩選 那這個底下還蠻多的 這個的話呢 比較長 在這裡 看起來好像蠻多啦 但實際上就這些 那當然呢 如果你希望讓這個程式 閱讀性比較高的話 我是建議 可能還是要加上註解 習慣這邊上面有這個 這個一定是 這個可以把它清掉 那習慣喔 會在每個程式上方 加上 到底你剛剛做什麼事情的一個註解 那在VPA裡面的註解 開頭一定是單引號 那比如說 我們剛剛清楚做什麼 第一個 好像我記得是什麼 選取A欄好了 所以我這邊可以打一個說明 註解就說明 那這個說明的話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 反正打你看得懂的 這個意思就可以了 第一個 選取 我再打一個選取A欄好了 OK 第一步 好 那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就是清楚啦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是選取應該可以慢慢 可能看得懂吧 Colors的話指的是欄 那如果你要選A欄的話 這邊其實就是 A冒號A啦 不過其實如果自己寫的話 你其實不用A冒號A 其實你打個A也可以 這個也是A欄的意思 那點選取的話 就選取 那選取的話 這個動詞 後面會產生一個叫selection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好像多了一個 這一行 叫什麼application.copy mode等於force 不過我是覺得這一行應該是不需要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OK 好亮 好像就好了 那所以你會發現 有個colorsA.select 那有select的動作 就會有個selection 的一個什麼 selection就是選取區 然後呢 後面如果要把資料清掉的話 那就加上一個什麼 點clear contents就是內容 所以它會把裡面內容清掉 不過各位講 要是我自己寫的話 我不會這麼 因為你會發現 點select的話 其實是選範圍 才會產生一個選取區 那那個選取區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A欄 有沒有 所以這個selection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A欄 所以如果假設自己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就是點select跟selection 這兩個不用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就是A欄清跳嘛 那剛剛它是什麼 把A欄選起來 然後呢 因為選了一個範圍 所以我把那個選的範圍刪掉 感覺好像有點囉嗦 所以要是我的習慣 乾脆直接寫這樣就好了 執行看看結果不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啦 以後呢 當然我講過啦 你入字聚集是個過程 如果假設你以後 已經很會寫的話 不用入沒關係 OK 所以啦 不過啦 如果你還不會寫 像大家應該VBA還不熟嘛 所以我們漸進的 先從入字聚集開始 是一個還蠻好入門的一個方法 OK 好 那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一樣 我們好像做了蠻多動作 有沒有 所以喔 當然他們一樣 可以把它加註解 那所以我們剛剛 入這個聚集 怎麼成功的 一 什麼 就是 應該是切換到查詢名單的工作表 所以呢 這邊的話 第一步什麼 切換 到 到 這個叫工作表 好有沒有 所以呢 你在上面加一個這個 然後再把游標放在B2 有沒有 游標放在B2 然後呢 可能第三個動作就是什麼 再把公式輸入 就是 把那個游標放在這個B2上面 然後輸入這個公式 有沒有 conif 然後黑名單篩選 然後再來就向下填滿 OK 後面的那個註解我就 應該要打很多字啦 所以我就先用那個 步驟來代替 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向下填滿就是這個啦 叫Auto Fill 有沒有 游標在那個公式上 快點 他就向下填滿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不過底下這一行好像多餘啦 有沒有 他又選了一個範圍 這個不管啦 先跳過 然後第五個的話 就是做那個什麼 做那個篩選 所以呢 油標先放在B1 特別主要一定是放B1做篩選 那篩選的話就底下這個 第六 就是那個 篩選的英文名稱就是Auto Filter啦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有個Auto Filter 這邊也有個Auto Filter 所以其實這一行其實顯然應該是多的啦 這個其實是不用的沒關係 這一行我印象中這一行可以刪掉 OK 就是 把哪個範圍做篩選呢 就是這個篩選 所以它切過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針對哪個範圍篩選 我把這個 這個先拿掉 這個資料的篩選拿掉 其實是針對 這個範圍 應該是這個跟這個 A欄跟B欄 到哪裡 到1000有沒有 把它做一個篩選動作 所以它錄下來的話應該是 A1到B1000 後面做一個Auto Filter 那加了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是 叫Field指的是哪一欄 那因為我們選了幾欄 我們選兩欄 A欄跟B欄對不對 所以這個Field 2指的是哪一欄呢 其實就是指的是B欄 有沒有 所以這個因為它是A跟B對不對 那這邊有兩欄 那這邊的話是第一欄 這邊是第二欄 所以我假設我要查 我要篩選的話 我的條件應該是在B欄 所以這邊給一個2欄 這邊給一個2欄 不過要是我寫的話 我這個其實可以不要加 這個哪一欄 這個直接 我知道 給它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哪一欄 第二個參數是要留下什麼東西 我要留下1的部分 所以後面的話就是Criteria 這個的話是什麼樣的條件 那其實這個其實也不用加 所以其實你給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哪一欄 我要篩選是第二欄 那我要把什麼留下來 就是1的留下來 所以這樣就OK啦 不過算了 我們先加上去這樣比較清楚 不加好像怕同學會不知道說 這什麼一個2 什麼1 這什麼意思 其實A跟B欄 那我要針對第二欄去做 把條件 所以Criteria是條 條件是1的留下來 OK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就是 因為這個動作做篩選完之後 再來就是把結果摳過去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摳過去的話 就是再把游標放在A1有沒有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個就Ctrl Shift向下 所以這個應該是 這邊 游標放在A1 然後Ctrl Shift向下Copy Copy完之後呢 再把它切回到 我們的那個查詢結果這邊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把它貼上 Pass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啦 上面後面可能要自己打一些 那個註解啦 這個註解 因為打給你自己看的 反正你打什麼 你自己習慣看得懂為原則 那為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重打 所以我就直接 拿這個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 先用這個代替一下 OK 那做完 假設啦 你已經全部打完那個註解的話 最後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發現 上面 本來 所有的程式 你可能都看不太懂 不過因為加了註解之後 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將來 從頭看這個 程式的時候 你應該會比較 看得懂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突然間感覺我好像看懂程式了 那其實 應該是看懂註解啦 OK 所以 有加註解跟沒加註解 主要的差異就是說呢 你會比較知道 到底你曾經做過什麼動作 然後呢 哪一些動作呢 他會用到的VBA的哪一些 哪一些 物件 那你 我是建議啦 你慢慢要多寄一些物件 那以後的話 你就會 習慣說 你就會能夠自己寫了啦 我覺得是一個過渡期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剛剛 錄完的這兩支 聚集喔 做一個 這個註解的動作喔 所以喔 記得從 這個開發人員裡面喔 那幾個部分可以進去 從這邊可以編輯 或者是你直接開VBASIC 他一定會有個Module 1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剛剛的兩支程式就在這邊 然後他我有修改一下 因為我這 因為我錄劇集喔 我其實常常我都會有一種衝動 就是想要把它改得精簡一點 不然就覺得說 我幹嘛這麼囉嗦 select selection 那不用啦 你就是明明就是他 你他幹嘛 選了之後 選了一個範圍 我再把它刪掉 這感覺有點囉嗦耶 OK 那你說錄製劇集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其實錄你滑鼠 跟鍵盤的動作 OK 那沒有辦法 他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未來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自己寫VBA程式 我需要這樣子嗎 當然不需要啊 你就是反正哪一個 你就指哪一個 你不要特別還要說 也要點哪一個 然後產生範圍之後 再做什麼 不用吧 你就直接說那個就OK了 所以待會的話喔 我們其實有第三個按鈕 第三個按鈕就是什麼 我不要用錄製的 我要自己寫 我可以用黑名單 塞寫我自己寫可不可以 可以 會很精簡 相對精簡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看一下 請看